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搞的一个DIY小项目 就是背后这个 我们先看成果 这是一套顶级位拍摄的装备 我们作为数码领域的媒体 经常是需要拍摄一些电子产品的演示 有一些情况下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顶部的视角去拍摄 这样的话可以让观众更加沉浸的观看视频内容 桌面也会更干净 也能更好地突出拍摄的主体 比如说我们对比一下 其他几种素材演示的拍摄方法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大家觉得哪一种画面风格会更好看 当然这个没有绝对的说法 每一种拍摄的方法都有特定的用处 比如说专门给观众做演示的画面 这种顶级位会更好一些 可以更加仔细地看到你演示的内容 但如果说是一些用于填补画面的空镜 过肩拍摄则会更好一些 不用拍得那么清楚 要一个氛围就可以了 以前我们需要拍摄这种顶级位的素材 还是挺麻烦的 需要找几个架子把它拼装起来 而且很难调平 相机的角度搞不好 就没有办法拍出来垂直的画面 楼宾做拆解的时候 也是需要大量用到这种顶级位的视角的 它是专门定做了一个楼门架 然后找一台相机直接一直固定在上面 因为长期使用 所以就安装一次就可以了 也不用考虑了拆卸和调屏的问题 国外的MKHD偶尔也会用到顶级位的素材 它比较豪 是直接用了一个小摇臂来固定相机在上面 然后也是安排了一台机器永久固定在上面 也不用来回拆卸 但是根据我的情况 用顶级位拍摄的几率是比较少的 并不是特别高 所以说从经济的角度考虑 就没有必要专门搞一台机器去挂在上面 这个还挺浪费机器的 在上一个办公室里面 我就买了两条铝合金的方管 然后配合房屋的结构 拼成了一个快揣式的顶级位拍摄架 上面再安装一个快装板 随时用随时拆装 效果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次换办公室 这套装备就没有地方装了 所以说我就想 能不能再重新搞一套更方便的顶级位拍摄的装备 那么办公室有一个角落 就是我后面之前一直没有啥用 然后在其他房间里面还有几个吊柜 也没有啥用 所以我就想 能不能把那几个吊柜移过来装在这个地方 然后再把相机固定在吊柜下面 这样的话不仅能够放东西 还能够挂相机 所以还是挺方便的 那就说干就干 好 首先第一步 我们需要把这个地方先收拾出来 腾出位置来 但是咱也不是专业的施工团队 咱也没有那种专门安装吊柜的支撑杆 对吧 不过咱科技产品比较多 我就把升降桌给搬了过来 利用升降桌慢慢把吊柜给升起来 然后再进行打孔固定 这方法是不是特别轻松 好 吊柜安装好以后 原本我是想找一个L型的竖拍的快装板 来固定在这个柜子上 然后再装这个快装板去安装相机 朝下拍摄就可以了 但是在我试装的时候突然发现 这个相机装在快装板以后 重心刚好移到了中间 可以直接把这个L型的快装板 勾在这个吊柜的板子上 还是非常稳的 也完全是水平的 而且还方便拆卸 不用拧螺丝了 这个就类似于那种折叠的桌边 小挂钩的原理是一样的 重心在里面挂上去也不会掉 根据桌子的长度 我找了一个差不多居中的位置 做了一个小标记就行了 需要拍摄的时候 直接把相机挂上去 然后就马上就可以直接开始拍摄了 还是非常方便的 基本的结构搞定了 接下来就是照明问题了 顶级位拍摄对于光的角度 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如果说直接在相机上面 弄一个顶部的灯光 拍摄手机或者说镜面的物体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反光 观感是很不好 作为强迫症 我肯定是不能让这样的画面出现的 所以说我原本是打算找两个大尺寸的LED灯板 从两侧倾斜的角度来向下照射 有点类似于手术室里面那种无影灯的原理 但是网上能买到的这种LED灯板 尺寸都比较小 亮度的应该是够用的 但是我就是想试一试 自己能不能做两个灯 不是买不起 主要是想练练手 对吧 来看看我是怎么样用50块钱做出一个LED的摄影灯的 首先是需要用一个框架 找几个运输电池用的那种木架来拼凑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最近没有买电池 可以去楼下的垃圾站 看一看别人有没有买过电池丢的这种木架 随便捡两条回来就可以了 如果还没有咱可以花钱买 淘宝上面搜木方 选一个一乘三厘米的60厘米的长度 四条才需要9块多钱 还包油是不是很便宜 我直接是用这种电视的木架来做的 表面比较粗糙 刚好我这边还有电包子 然后简单推平一下 然后用螺丝给它固定起来 外框就这么做好了 接下来是背板 我这里刚好还有几块木架面 量一下尺寸直接切割出来 用小钉子给固定上去就可以了 也是非常简单 如果说你没有这种板子 也没关系 随便找一个大纸盒 把它固定在框架上也可以 框架搞定以后 接下来重点就是照明部分了 我是直接买了两套慢反射的LED软模灯 一套是8片 32瓦才18块8 这种灯一般是广告牌的灯箱 里面会铺设很多牌 自带变扬器 直接接220伏的电就可以了 注意通电以后就很亮了 好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现在这个光很硬对吧 再买点柔光布 我这个想的真兜到 把它往上一贴 两侧就很柔了 如果说你担心亮度不够 还可以再买一组LED灯条 或者说你买两组软模灯都可以 这LED灯条商品链接里面 都会有一个促销款 一般7到8块钱就可以买的 有一拖3的 也有一拖4的 功率是24瓦左右 很便宜 柔光布我是用图钉给按上去的 边缘看上去不是特别的整齐 反正自己做的 凑合看就行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一套下来 木条可能是不需要钱的 如果说你需要买的话 10块钱也能搞定 软模灯18块8 LED灯条8块8 柔光布10块钱 图钉2块钱 这总共加在一起49块6 还没超过50块钱对吧 是不是很便宜 那这些东西去哪买划算呢 双十一马上就来了 天猫双十一今晚8点开取的时候 想买什么 马上行走 搜到请扣一 那因为拍摄的时候 可能需要调整角度 所以说我又找了两个盒叶 用盒叶固定在上面 然后用铁链进行固定 这样的话可以随时调整铁链的长度 来改变它照明的角度 好来插电试一下亮面 感觉还可以 还行吧 但主要这个光它两边过来比较均匀 挺柔的 嗯 就很柔 那不过根据这些使用来看呢 也没有啥必要来调整它的角度 固定一个角度就可以了 反正也是斜着固定 大家可以自行参考 然后呢 在桌腿上固定一个带开关的插线板 需要的时候呢 直接给通电就行了 当然了也可以用一个米家的智能插座 这样的话呢 可以用手机或者说小爱音箱的来开灯 然后前几天呢 在家里我又翻出了一块LED的灯板 这是之前在其他设备上拆下来的 灯还能用 只是这个驱动器坏了 我们再花几块钱买一个驱动器 通热电就可以直接用了 这块灯呢 我是打算固定在这个顶部中间的这个位置的 但是为了避免这个拍摄时的反光 还是不能直接放在顶部的 我是用电钻的直接在墙上打两个洞 然后塞进一截筷子作为支撑 然后按照这个倾斜的角度的给固定上去 避免反光就可以了 这个点亮以后呢 稍微能起到一点点作用 但是因为两组的灯的色温不一样啊 所以说相机呢 是需要重新去校准白平衡的 那自动测出来的色温呢 是4700K 说明这个灯呢 还是有一点点偏暖 还行吧 我觉得问题不大 每次拍摄的时候呢 注意这个色温就可以了 那到此 这个顶级位的拍摄装备呢 基本算是完成了 旁边呢 还有这个背景纸的收纳箱 还可以根据拍摄的需求呢 来更换不同颜色的桌布 那我也试过拍摄了一些素材 效果呢 还是挺不错的 再也不用来回去调这个架子了 也不用来回去布置灯光了 直接把相机挂上去 电源打开 马上就可以直接拍摄了 确实非常非常方便的 那不过每次挑点相机参数 还有开始录制的时候呢 还是需要按相机上面的这个按键操作 那有的时候不小心碰到相机的话呢 它位置变了 你上下的素材可能有一些错位 而且呢 还少了一块监视频 拍摄演示素材的时候呢 也是不太方便的 不过对于索尼的相机来说呢 也很简单 你可以下载这个索尼的官方的这个监看的软件 也可以下载一个第三方的监看软件 手机啊平板都有 可以直接实现这个无线的监看 而且呢也能直接控制相机的各种参数 也能直接操作开始录制 还是非常方便的 那这个软件找一个派的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那现在除了iOS版 安卓也有了 随便找一台安卓的平板或者说iOS的平板 安装这个软件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不过呢安卓版的软件下台还是比较麻烦 现在大家在这个搜索引擎里面是直接搜不到的 可以直接按照这个网址啊 去进入到网址里面去下载 好那以上呢就是这次DIY的全部过程 最大的精髓呢还是顶部这个几个吊柜啊 然后配合这个L型的快装板 可以直接把相机给挂上去 只要柜子是水平的 相机挂上去呢就绝对没有问题 那至于照明灯光呢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 你也可以买这个LED灯条 也可以买LED灯板 或者说你跟我一样 也可以自己动手去做一下 大家可以自行判断是怎么样去提供这个照明的方案 那最近呢我DIY搞的还有一套可升降的拍摄架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套架子 那下期DIY再来分享 那平时呢我有空会比较喜欢折腾 如果说大家觉得有意思 也记得点赞三连支持一下 感谢各位 那我是小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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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